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好久不見 我今天要來和你們分享一個Spring Summer Tryon Haul 我收到了這一個包裹 那這個包裹是一個國外網站叫Storex寄給我的 那當然這些產品也都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來和你們一起開箱然後試穿 那和你們分享我選的幾件產品 還有一些搭配上的心得 還有就是春夏比較流行的款式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開箱 好就在這裡我把它拆起來 好那我要把這些衣服倒出來了 那所有衣服都在這邊 那我就一件一件來和你們分享一下 那首先先來和你們分享這一套 這一套他們是一組的 然後我最近就很愛這種一套的衣服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是這個是短外套 因為夏畢竟春夏就是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就選了比較清涼的一些衣服 欸我最近就超愛穿西裝外套 然後因為夏天會比較熱嘛 所以我就選了一件短袖的西裝外套 那就在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那它是配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的話他們這樣配套就好 那它這個是棉質的所以會比較透氣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現在就來套上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一套是一起的 那你不一定要一起買 你可以只買上半身或只買下半身 但是我最近就是 最近歐美還蠻流行那種整套要一樣 譬如說西裝外套和褲子是要 面料顏色都要一樣的 然後你也不用特意搭配 你就是穿這樣一整套 就可以出門 然後裡面再搭一個小背心 那我裡面穿的是UNIQLO的胸罩式背心 那你就是這樣一套 也不用再穿那個內衣 就我覺得還蠻方便 還有這個也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你這兩件衣服是可以分開穿搭的 像你可以搭一件上衣還有這個褲子 那你上半身的外套是你可以任意選的 或者是你知道隨便戴一個背心或T恤 就可以出門了 不一定是要一起搭配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選擇也不錯 所以人家會覺得 欸你好像又多了幾件衣服 但是不是重複型的 但其實就是那幾件而已 那我最近就是很愛這種一組一套的 然後它這個有一個設計的細節 就是這邊還有點尖 故意做的那種oversize的樣子 西裝外套就是永遠不會退流星 那因為春夏到了 我們還是不能放棄西裝外套 所以呢我就選了一件短袖的西裝短外套 我覺得就是很有設計感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女性 那我覺得其實上班族的話 也可以穿這樣的一套 像台灣會比較熱的話 就還蠻適合這種搭配 然後你熱的話呢 你就直接把這個脫掉 然後就只穿裡面的小背心就可以了 好那下一件來和你們分享這件外套 那它是材質是有點仿皮的 雖然它不是真皮 但我覺得它的整個摸起來的質感還蠻好的 那它還附上了這一條皮帶 那我現在試穿給你們看 然後我這次也選了一件外套 然後它這個是有附皮帶的 給你們綁一下 那綁帶綁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像歐美最近也很流行 這種袖子要有膨膨的感覺 然後再加一條這種粗的皮帶 綁起來就是會有腰身 那下面是這樣子膨膨的 這件的話是這種仿皮的材質 那其實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那它也是這種象牙色 讓人家舒服的顏色 那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一件衣服 然後這裡還有口袋 其實像現在在歐洲的話 春天其實有時候溫度也是蠻冷的 那我就覺得其實這件就還蠻適合 春天的時候穿 就是稍有涼意的時候 就可以套下這種外套 那熱的話你就可以把它脫掉 那其實這件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到秋冬的時候穿 也是非常可以的 它這件外套也是很多細節上的設計 再來的話我選了兩件上衣 然後也是都是白色的 因為我覺得 夏天就是要配白色的上衣 比較清爽 這件也是超適合夏天的 然後我很喜歡中間有這種蕾絲的設計 就看起來有點性感甜美 這件是我剛剛說的 它領頭的部分 也是做的會比較方一點的這種設計 那這件衣服就是我這次選的衣服裡面 應該是最性感的一件 然後 像這種衣服我就覺得很適合參加那種音樂季啊 或者是 你去海邊玩的時候就很適合 前陣子的Kochella就很適合這樣子的上衣 前面的部分是做的像這種蕾絲的細節 那我覺得也是非常性感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對於我們這種 小胸的人來說這種衣服也是還蠻好的 因為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胸部了 但是他就是因為做這樣的設計會 所以會顯得好像還蠻性感的 就是露出中間這個部分 小胸不氣餒 然後 給你們看一下這一件 這一件呢也是刺繡 就我選的衣服其實都大同小異 那他 這兩件的設計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的話是比較長一點 他的扣子也很可愛 就是這種小圓排扣 我覺得還蠻法式的 然後像你穿這一身罩下來就很適合 拿這個草煙包 你就可以走在路上或者是海邊 休閒的場合都可以去 其實逛街也可以 就看你怎麼搭配 有蝴蝶繡的人啊 其實也可以穿這個 就可以擋一下蝴蝶繡 扭扣的部分 他扭扣上面也是有做刺繡 然後他的刺繡做得非常可愛 然後也是非常透氣的材質 我剛剛有說到歐美現在很流行這種 有點方方的 領口部分要這樣子方方的 就是露多一點縮骨 還有胸前肌膚的衣服 然後這件我覺得非常有這種 法式優雅浪漫的氣息 那再來是最後一件衣服 這個是洋妝 那當然也是白色 當然是這種 顏牙白顏色 然後他這件的話他也有黑色的 那兩件的顏色我都會放在那個資訊欄裡面 如果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黑色的洋妝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點進連結 那其實我那時候選的時候其實有一點猶豫 我就在想說到底要選白色還是黑色的 這種就是那種很浪漫的雪紡紗的洋妝 那就會穿起來的時候就會很飄逸 然後這裡中間也是這種綁帶的設計 然後這邊也有做一些荷葉秀 荷葉花邊嗎 就是袖子有做這種設計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蝴蝶結 那也是一件非常可愛的洋妝 這件的話他設計上面也有很多小細節 像這邊是這種荷葉邊的部分 多了一份浪漫感 然後他的袖子的部分也是做的像這種 有點小喇叭袖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蝴蝶結 非常的浪漫可愛 中間的部分也是這種蕾絲綁帶 會有一種甜美中帶一點性感 你穿的這件的話你就是轉動的話 然後唇擺喔 荷葉邊會跟著你的動作一起去轉動 非常的飄逸 那這件給你們看一下長度 我覺得有點長 我希望他再短一點 對我們這種擺個子來說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不過可以去綁那種綁帶的話 可以把它綁短一點 那這件我選的是XS的尺寸 其實穿起來也不是到很別 就是還蠻鬆的 我覺得就是那種舒服的洋妝 然後不會讓你喘不過氣的洋妝 那我的衣服都分享完了 不知道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套 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分享 那我們還沒結束 就是SORED它上面還有美妝的部分 那這次我也選了兩個唇膏 那就在這邊 那如果有看我之前唇膏試色的朋友們 應該都還蠻瞭解 就是我還 我很喜歡那種乾燥玫瑰花色系的顏色 那我這次選的兩個唇膏 也是這種乾燥玫瑰花設計的 那它這個牌子是 McQueen New York Airfit Cushion Tint 然後我選的四號是Coral Rose 然後還有五號是PINK L... PINK MLBB 好 那我就試色給你們看 包裝還蠻可愛的 給你們看下 它這種這個很酷 是這種 很像那種小的牛奶罐 還有這一個 這兩個顏色 喔 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在我的手上試色 喔 還蠻漂亮的耶 你們看 那我現在已經有塗唇膏了 那我把它擦掉 來試色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那種珊瑚色 嗯 好看 然後我覺得它質感 還蠻酷的耶 就很滑 很滑很沙的感覺 我擦起來還蠻有氣色 然後是那種 比較 珊瑚 比較珊瑚紅的顏色 那這一個的話 它也是那種霧面的質感 你們覺得這顏色好看嗎 再來是這一個 粉色的MLBB 來給你們試看看 哎唷 這個就比較粉一點 我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第一支 然後這個是第二支 我來試第二支的顏色 嗯 好銀光喔 嗯 這個很像那種 有點Burbi的銀光色 但是 我看 嗯 你塗 塗開之後就比較好了 剛塗的時候我有嚇到 但是 用手把它抹均勻之後 我覺得它顏色還蠻漂亮的 那我這次的 開箱 試穿試色影片都 和你們分享完了 那我都會把 產品的連結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下面 點 資訊欄參考一下 那Storage的話 在Instagram上面很有名 就你可以看到很多 Fashion Influencer 或者我FashionInstagram 他們就是很常穿Storage的衣服 那我自己也是一直被騷動 這次還蠻榮幸 可以得到他們的贊助 那這些的產品 都是他們贊助給我的 那我就是在這裡 和你們分享一些 穿搭心得 試穿心得 我這次選的衣服 我都很喜歡 然後它的材質 也是那種 不是那種很便宜的那種 我覺得 資料都還不錯 那 設計也都非常有設計感 我這次挑選的衣服都是新款 那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逛一下他們的網站 他們網站有很多好看的衣服 還有一些飾品啊 還有美妝產品等等的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